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主要来聊一聊五业领主的原体 康纳德科兹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带入背景 请大家回答我几个问题 如果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叛乱世界 你是一名指挥官接受的命令是摧毁一切 一对叛军向你所指挥的帝国军投降 里面很多满眼都是祈求怜悯的伤兵 你是选择接受还是无视 如果一个泰伦直览的星球 你是一艘逃生船的警卫人员 一群没有登记的难民想要登上你负责的逃生船 其中不乏七长六路的妇女和孩子 你是选择放行还是驱赶 我相信你们有自己的答案 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要讲的内容之一 请记住这段 不多比比 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他叫康纳德·科兹 诺斯特拉末的人们一般喜欢称呼他为夜魔 我也不知道是谁最早开始这么叫他的 科兹一开始只是黑暗下水道中的一只老鼠而已 诺斯特拉末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方 黑暗腐败堕弱 自杀是那里解决过剩人口的办法 砍刀是那里维护秩序平稳的警棍 没有阳光 没有良善 没有希望 即使星球充满了丰富的金金 人们也不会富裕 科兹自从有记忆起 就只能独自在诺斯特拉末的朝都地底下的窝棚里 醒着不断杀死任何想要杀死他的人或是东西 睡着了被各式光怪陆离而又重复的噩梦所纠缠 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人要么被杀 要么杀 这就是科兹从诺斯特拉末的黑暗中学到的法则 直到有一天他忽然的发现杀人也有不同 可以为了活着 也可以为了开心 于是他想弄明白杀人可不可以有别的意义 结果他发现原来杀人也能带来正义 就这样人渣的尸体 罪犯的尸体 腐败官员的尸体 被科兹当成艺术品装点在诺斯特拉末朝都的大街小巷 仅仅只是过了一年 罪犯便开始销声匿迹 不是没有人想拦住他 帮派 贵族 政府 都试过 诺斯特拉末想杀他的人很多 能坚持下来的人却不多 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了 而死人是不会杀人的 剩下的人怕了 胆小鬼也是不敢杀人的 没有人可以拦住他 有一天他走到这群瑟瑟发抖的人面前 给他们一个选择 要么遵守他的法律 要么尝尝他的正义 他也就是在那一天成了诺斯特拉末的王 尽管这个时候他的名字不再是正义的祈祷 而是对恐惧的恳求 整个诺斯特拉末也变得出奇的安宁 他还是觉得远远不够 利爪 恐惧 尸体 诺斯特拉末的王继续进化着这个世界 但同时科兹也有烦恼 人类总喜欢猜测事情的结局 痴迷着将要发生的故事 可又有几个人能未卜先知呢 很不幸的科兹可以 他的烦恼就是总会知道的太多 他根本不想知道的剧情 这是一种科兹一直想要逃避的恩赐 他承担不起这种恩赐所带来的痛苦 同样也改变不了他所揭示的命运 他活在挣扎里 或者这本来就是黑暗对他的诅咒 所以他一直都很害怕 科兹当上王的时间很短 那个曾经在他梦中出现的皇帝 鲁约而至巨大的兴建 陌生的军队 四个巨人出现在科兹的眼前 他知道他们是谁 一样看穿了他们每个人的命运 第一个巨人金甲白发 他的尸体将被一百个凶手在隧道中拖拽 第二个闻着金色的字样 他将在烈火中加冕 朝着燃烧的天空怒嚎 第三个有着银色的手臂 他的头颅将被别人提起 第四个俊美而又优雅 在破碎的画面中怪异的嬉笑着 最后那个金色的神张开双臂 他的未来是如此的让人恐惧 以至于科兹想要挖去自己的双眼就此失明 我们已经到达了 打算带你回家 康纳德·科兹 那不是我的名字 父亲 我的人民给我起了个名字 我会用它直到我快死的日子 而且我完全知道你打算给我什么 于是科兹不再是亡了 他成了原体 帝国里形形色色 人来人往 从来都不缺昙花一现的名字 可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却很少 康纳德·科兹算是一个 人不只是只有做好事才会被记住 一个背负着成千上百人命的人 也会让人无法忘记 美名也好 恶名也罢 科兹看得很淡 他为了活着开始杀人 为了正义开始杀人 和黑暗尸体打了一辈子交道 习惯了 帝国数以百万的世界 在他看来和故乡也没有什么区别 成为原体 只是换了一种身份 从事之前一直做的事情 散布恐惧 使人温讯 事实也正是如此 所有的星球都开始支付未付的赋税 停止非法的活动 并开始杀死任何突变者 变得忠诚与安定 因为他们害怕听到黑暗中的脚步 以及将要来到的科兹 然而科兹却比以前更加痛苦了 关于故乡再次黑暗的传言 军团愈发堕落的消息困扰着他 他没有工夫去管 他的预言像座山 已经压得他越来越喘不过气 他告诉别人之所以自己和他们隔得那么远 就是因为有这座山 求你们能翻过来 看上我一眼 可惜的是没有人听 他也试着翻过这座山 却发现换来的只有不解和批评 他以为自己把痛苦告诉别人就能获得救赎 直到那一天他看到多恩指责自己的预言时 眼中映射出的自己 他才明白他错了 他是只下水道的老鼠 只是只下水道的老鼠 肮脏而又卑微 就算是披上了原体的外衣 在别人的眼里还是如此 人心这道沟壑 他过不去 无法改变的预言 忍没的人情彻底的击溃了他 在袭击了多恩之后 科兹带着他的舰队去了母星 等到帝国赶到的时候 科兹已经杀死了这颗星球 诺斯特拉末的核心遭到科兹舰队光某毁灭性的充能 整个星球连带 星球上所有的活物通通将死于核心的爆炸 一切为时已晚 有时我被痛苦折磨 看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摆在我的面前 在这些醒着的梦中 我赤手空拳的夺取无数的生命 头颅被当成奖杯 而我一次又一次的死于父亲的手中 我的儿子们将屠杀并残害他们的兄弟 我的名字也成了恐惧的代名词 但最生动最频繁的 我看到了我的世界被艺术最纯净的光所刺穿 将它四分五裂 粉碎成成土 科兹并没有闲着 他带着自己的军团开始背离帝皇的意志 和自己的初衷 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虐杀 等到帝皇想起这位早已经不算是正常人的子嗣 叛乱如同科兹的预言一样爆发了 科兹立刻就投入到了叛乱派中 他冲进了伊斯特凡武的枪林 用尽一切办法杀死玩弄福尔干 只身登上了黑暗天使的旗舰 大闹马库拉格 表现得如同一个疯子一样 一直在笑 被狮王俘获 拷打的遍体鳞伤 他在笑 被基里曼指着鼻子恶毒的咒骂 他在笑 就算是被第二帝国审判时几乎死在冲动的兄弟手上 他还是在笑的 唯一让他笑不出来的只有一个人 圣吉列斯 科兹没有笑 而是炸开了宫殿 落荒而逃 圣吉列斯是一个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就是喜欢做一些多余的事 说一些多余的话 科兹想要去面对帝皇 但多事的圣吉列斯却把他塞进停滞舱中 他不知道这是圣吉列斯的心存怜悯 还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更可怕的混蛋 不过无论怎么说 科兹并没有死在第二帝国 熟悉的黑暗该睡了 别无其他 科兹再次醒来是在一艘人类的货船之上 他干净利落地杀光了上面所有贪婪的人 只留下了一名奴隶和一个卡利都斯的侍宠 他花了足足四年的时间才来到了查瓜尔萨的军团宫殿 他的命运之地 他将在那里等待他的死亡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 他用活人制作帝皇的雕像 已经人格分裂的他开始对着雕像自言自语 据说他是在忏悔 那是他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哭 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得到了宽恕 所有能窥探这个秘密的证据都被他亲手所销毁 然后他支开了所有的警卫 端坐在王座之上 直到一个女人出现和他面对面 这个女人叫木森 黑色的紧身皮衣 跳动着绿色能量的婉刃 他是一名刺客 柯兹很清楚他的来意 他微笑的自愿的死在了他的手上 就像他遇见的那样 有罪必罚 即使是他自己 柯兹的故事 我觉得可以分成叛乱前后两个部分来看 前半部分给人带来强烈的无力感 令人唏嘘同情 哀其不幸 后半部分则让人持续心脏发紧 既无奈又生气 怒其不争 柯兹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原体 是一个一眼就能看穿的人 想要弄懂他 只要弄明白他的预言能力 和秉持正义的实质 看清柯兹在他们所酝酿之下的悲剧 以及他堕落的真正原由就行 他的成长经历是坎坷的 也是这种坎坷的经历 使得柯兹亲眼见识过 人类这种生物到底有多么的堕落罪恶 和毫无底线 心存良善的柯兹选择去建设一个绝对公平 而又安全的乌托邦世界 但柯兹只有实现这个愿望的能力 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的方法 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导师 去教他如何去改变一个世界 所以说柯兹想要让这个世界更加的进步 积极向上没有问题 他做得到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做 只能像他的母心一样 用黑暗去改造黑暗 也就是用不停的杀戮和恐惧 去治理他的世界 随着他手上的血越来越多 看上去是为了正义的苛兹 实际上理念已经偏离了自己的初衷 从一个惩恶扬善铲除不公的黑暗英雄 慢慢变成一个专制蛮横铲除一击的怪物 他的思路也逐渐变成所有秩序 都是以毁灭和恐惧为前提的 想要让秩序得到巩固 那么就要杀掉一部分不听话的人 威慑剩下来的人 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罪有应得 毫无疑问的 每个看上去紧紧有条的世界 都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和平 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头我所提到的问题 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会很快做出选择 熟悉战垂40K宇宙真实和无情的人 大概率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 不熟悉的朋友也只会考虑一会儿 就给出自己的答案 但是如果在这些问题之中突然加上一条 那些人中有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呢 比如你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 曾经的初恋等等 我觉得没有几个人能果断的给我答案 我之所以要问这么几个类似你媳妇和老妈同时掉在水里 你要先救谁的问题 只是用一个生动的方式让大家了解科兹的预言 为什么是一种心智的折磨 他的人生所要面对的预言 实质上就是这个样子的选择题 永远不会只是用句号结尾的简简单单的陈述句 预言能力会总是给出一些让他非常纠结和痛苦的假设和可能 举个简单的例子 帝皇的到来并邀请你加入大远真 但是你发现如果你选择加入大远真 不久之后你的母亲就会死去 这个选择会不会让你很痛苦 可知承受的巨大的压力 极力去改变了姿态 在大远真中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避免预言情况的发生 他更加迫切的去贯彻他那早已经偏离正义的理念 几乎到有些病态 却不知道他越是这么执着不择手段 他身边的亲人就会越远离他 他构建的世界就越容易崩塌 也就越符合预言皆是的未来 于是他耗费心血打造的理想乌托邦 再次变成了罪恶都市 他心爱的军团受到了严重的腐蚀 兄弟耻笑自己父亲无动于衷 压垮他的稻草一根接着一根出现 他如何能不被击溃 这不能怪他 平心而论 叛乱之前的柯兹算是一个有担当 有理想 有责任感的好同志 他几乎用尽前半生的每一分每一秒去践行自己的正义 所多的事情也都还是有进步和保护意味的 我甚至会觉得他爆破自己母心的行为 都有一种杀伐决绝而又果断的痛快 这个时期的柯兹既是不完美残缺 但看上去仍试图积极向上 问题是从他叛乱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 真实的柯兹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因为他曾经的努力和受到的不公 就来给柯兹下定义 这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 当你认真的观看他后期一系列诸如太空本拉登 银河人皮脸 等令人发指而又毫无逻辑可言的达达派行为艺术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人 当个人的理念和其他的理念所冲突 现实又背离了自己一切巩固自己理念的努力 击碎自我认知之后 就开始疯狂的否定周围的一切 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救药了 那所有其他的军团 帝国 他的兄弟 帝皇 乃至整个人类 肯定也都是不可救药的 他其实没有疯 实质上他是想要在那里证明 不是他疯了 是这个世界错了 其他的叛命原体或多或少都有自己参与叛乱的震荡理由 佩图拉伯怀才不遇 帝皇对他极度不公 莫塔里安为了追求更多的力量 更大的权力 福根被夺舍 做了不可挽回的措施 荷鲁斯幻想着创造一个更好的帝国 等等 只有科资 你找不到什么像样的理由和借口 兄弟疏远社交活动一塌糊涂 被批评的几句就要造反 幼稚 还是说军团人渣成堆问题不断 自己被预言困扰折磨 牵强 要知道第九军团一开始连人都没有 全都是鬼 圣经列斯也有预言天赋 深受预言困扰 可结果呢 鬼变成了人 进化成了天使 圣经列斯勇敢面对命运 慷慨赴死 被人勇士殴割 这么一对比 归根结底 科资的堕落 真正的缘由 只有两个字 软弱 有人说他是被迫亲手埋葬了自己 从而变成一个叛徒 但在我看来 他更像是接受了他的命运 然后因为受了错 就躲在黑暗之中 静静的看着自己彻底的堕落 顺带封魔 你说你戚戚惨惨 世道不恭 我笑你疯疯癫癫 一世白活 科资可怜 没毛病 但绝对不可惜 他连混沌之奴都算不上 只是一个命运的懦夫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牢记自己所受到的痛苦 怀揣他们的目的 是为了让自己勇敢的重新上路时 不再选错之前经历过的选择 而不是原地踏步 妄自菲薄 活得像一个马赛尔度上的便器 这也是他最大的悲哀 和我对他最根本的认识